繼續我們要帶您看到的 這個是您看過手錶會唱流行歌曲 或者是會跳舞嗎 這樣的名表其實都是非常特別的設計款 他是獸皮猴法蘭克辛納區 被公認為20世紀最優秀的 美國流行男歌手 這首筷製人口的Strangers in the Night 更是成為環表吸引人的豪華功能之一 要製作這樣一指300多萬元的 音樂和機械表 最困難的關鍵在於 原型的音尺碟盤跟音書要如何搭配 因為不同長度的音書 機轉點不同 發出來的聲音自然也就有差異 想要調到正確的音調 根本就是研發團隊的一大噩夢 而的確 製表公司也說 為了這17秒長度的陌生人 他們是花了五年多的時間 才算真正完成 不只音樂吸引人 特殊表館中 這類能夠動態表演的三問表 更是很多人鎖定的收藏品之一 這些會動的人偶可不是隨性創作出來的 靈感來自於16世紀意大利的戲劇表演 靠著細膩的手工 先是一錘一錘的在18K斤面盤上打造出輪廓 接著一筆一筆刻畫出細部線條 再來靠著鏟花細細磨出場景 最後藉著融合日本清漆技術的微縮彩繪 讓整個面盤上的物件與人偶 可以呈現出前後位置 就像在一個近乎2D的表面上 創造出有著前後景深的3D空間 由於全部的動作總合起來 可以有500多種變化 讓整體製作難度之高 只要任何一個環節出現舒適 幾乎就是無法彌補的錯誤 因此到最後雖然是做出來了 但表廠也不得不限量推出 每一款就8紙 全部也才24紙 想買嗎 先準備1300萬台幣 再看看您是不是能夠買得到它